我們爸爸的爸爸就是我們阿公 一國人 我們我媽是日本人 叫台灣人 我們在台灣是我們媽媽 所以我們媽媽算是台灣人 這樣我哪裡人 你現在知道了齁 你...你要問我哪裡人 你要記住 沒有你的留意 聽我清楚齁 我爸爸是美國人 我媽媽是台灣人 兩個人結婚了 先說我帶台灣人 所以我是中國人 我爸爸的爸爸就是我們阿公 結局人 帶我們阿嬤 美國人 在美國是我們爸爸 所以我們爸爸算美國人 你記得齁 這樣說我媽媽這邊齁 我媽媽就是我媽媽的媽媽 我媽媽是日本人 結合台灣人 所以台灣是我媽媽 所以我媽媽算台灣人 我媽媽就結婚 這樣我哪裡人 你現在知道齁 真是人 這如果要和你公錢 很財產 沒有很多賣賣 怎麼 在台灣跟你們老婆說得好 就去美國 接你們老婆 怎麼有印尊 不然就去日本 請到你們阿嬤 如果要背望 那就老去老 在台灣背老婆背後 現在就去美國背老婆 老婆背後 現在就去阿嬤那裡 去日本 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我自己 因為很多人對我的認識 是在不同的階段 早期歌手演員 然後主持節目 愛你我沒有變過 愛你我沒有變過 今天 在這裏 再次到這裏 今天再次到這裏 邀請搭檔參選中華民國 第16任總統副總統 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我自己 因為很多人對我的認識 因為很多人對我的認識 是在不同的階段 早期歌手演員 然後主持節目 愛你我沒有變過 很多人認識 賴佩霞 應該有 各自不同 的印象 可能是那位 唱歌 優美動聽 與諸葛亮同台 巡迴演出的賴佩霞 年紀再微小一點的朋友 戴佩霞可能是那位 推廣身心靈運動 宣揚背包力溝通的精神導師 除了偶爾演戲 過去30年 我都在念書同時研究心理學 我拿了博士專攻領導力 過去幾年也在哈佛 在乃滴大學 把學院 醫學院 商學院 學習 這些專業 都是我未來可以貢獻的 所以接下來 首先我要做的是 跟內部溝通 因為他們非常辛苦 跟媒體溝通 就是你們 謝謝你們 然後跟在野黨溝通 而最最重要的是 要跟全國的民眾溝通